小麦,22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小麦,有请 小赫,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有请小赫,有请 欢迎两位 还都在读书吧 对,我是在读书 然后现在就是实习 我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在实习 这就不牵扯什么异地恋了吗 实习到一地方实习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现在只能在学校那边实习,不能去她那边 那你就去她那儿呗 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讨论过很多次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就是她妈妈牵扯进来了 然后就是她什么事都得依着她妈妈的 她就是一个妈宝女 怎么个妈宝法呢 这么说吧,她就是什么事啊 就是都得听她妈妈的 那比如呢 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上回这个她过生日 我送她一个就是挺贵的包 挺贵是多贵 几千块钱 她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送我一个八十八包油的刮糊刀 这怎么了呢 就是好像别人上她家随了两千块钱礼 她回头给人随了二百 不是,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好像情意到了不在乎礼物的价值 是的,的确不在乎 而且这个我也没听出来跟她母亲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并不是她主观上她想这么做的 她告诉我,她妈妈让她这么做的 是你母亲让你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妈妈说的没有错 我妈妈说如果她要是爱我的话 我送什么她都会喜欢的 所以你是在意那个刮糊刀价值比较低 还是在意说她妈妈出的这个主意 还是两个都在意 我觉得她妈妈就不应该给她出这馊主意 你怎么跟别人跟你朋友你怎么就不那么小气呢 但是我们两个是在出的家啊 以后会是一家人啊,我觉得 这都是她妈妈跟她说的话 她以前不这样 你男朋友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吗 就这么挑你吗 她特别有想法 就像她头一次去我家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给她做了一桌子菜啊 结果她就是嫌不好吃 她就每样尝了一口 当时去之前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别让这个叔叔阿姨忙活了 不行,必须得在家吃 结果能把菜做得那么难吃 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像往肚子里倒垃圾那么难吃 我觉得我能吃那几口 就已经给足面子了 你这嘴得有多刁啊 不是有多刁 是我也没吃过那么难 是我平常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女朋友是垃圾养大的呗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接受不了 哎呀 所以就因为吃饭这个事 然后你妈妈就记恨我了是吗 但你确实你做的不对呀 后来我爸妈妈都问我了 说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呀 然后我还帮你打圆场 我说没有,她吃完饭来的 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